我是太好玩 越冷體驗影執行長 那我就不用理事 那待會我們就玩越野沙灘車 尋找部落祕境 那就跟著我一起走吧 我們要去五葉松大道去喝五葉松汁 就是我們松河部落的名產 我們里長夫人的親手製作的 然後非常的好喝 五葉松汁呢 我們還有添加蜂蜜 檸檬 蘋果水 去打汁 過濾之後就可以喝 木耳露呢 木耳露的木耳 是我們自己栽種的 全程只用水灌溉 沒有噴灑農藥 因為我們里長份 他每天喝五葉松的木耳露 就維持在18歲 我身後的所有的建築物 都是有165年的歷史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除了看我們的歷史古蹟 還有我們也是體驗我們的這個 巨木的一個遊城 讓各位知道說 巨木以來是很辛苦的 開始計時 開始 開始 一秒 13秒 13秒 目前我們 紀錄保持人 紀錄保持人就是 我了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飆樹的感覺 速速開到主通 現在我們要去我們的獵人步道去看我們的獵場 只有我們自己的獵人才可以去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我們現在到我們的那個 我們自己部落的夜場 晚上大概11點來 然後很多飛鼠就會在這些灌木群上面飛來飛去 再往上面走一兩公里 那個山上啊 山頂會有很多山腔 跑下來密使還有山羊 來到這個地方休息 他們就會往河邊 今天的活動終於結束了 那我每天的行程其實就是 帶部落體驗啊 像今天的沙灘車 那我們在騎那個沙叉車的過程 也是有標速嘛 然後還有騎顛簿的路 所以那個風怎麼吹 我們這個法片怎麼吹 它都不會飛走 而且也很牢固 那有時候像暑假 我要去帶修科去做 溯西啦 做跳水 好一樣 帶著法片 不管跳水 或者在潛水 垂降 法片它依然都是很牢固 有需要的 可以來嘗試一下 把片了它的造型 還有它的舒適 還有它的那個透氣度 真的是非常的棒